我们看到这两位先生 很有意思 在台湾也是很有争议的 然后一个人不会打仗人 说要搞民房 一个人说要捐钱 但是钱不到底没有出来 一个人一下子主张统一 一下子又主张独立 然后一下子就变成新加坡人 然后一下子又回来了 反正就变来变去 但是也不知道他们 到底真的要干什么 中国内部呢 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说台独分子要处以畸形 等等之类的 因为习近平现在越来越慌了 他对于他内部的这个不稳 他需要被保护 小孩子要上战场吗 那我们年轻人上战场吗 年轻人该为国家 牺牲的时候就应该牺牲 我可以现在保持和平就好啦 保持和平每年台湾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上战场才能死多少人吗 台湾每年现在自然死亡多少人 请来善战场吗 善战场 为什么不能保持现状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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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 ә战场 tar- 人的立想来 非常有问题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黑熊学院的负责人 所以这个等于是官方带头在造谣 黑熊学院是当时我们五个人共同创立的 我是最主要对外发言的那一位 那我现在在黑熊是属于荣誉院长的职位 理由也很简单 當我們到擔任公職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跟民間的這一個團體 不要有這個利益衝突的問題 所以我在當選立法委員之前 我就把黑熊的這一個相關的職位都辭掉了 那就只帶了一個榮譽院長的位置 所以我在黑熊學院最主要其實就是擔任 情報相關的還有資訊作戰跟認知作戰的講師 今天有您被國台辦點名 是這個頑固台獨份 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這個第一個 我現在在考慮要台灣要把控告 這個國台辦這些發言人對我公然恐嚇 所以我要把他在法院立個案 以後他們到台灣來要送他進法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的講法就是說 他們那麼高調的恐嚇我 什麼鐵拳重擊什麼的 就是怕我在講話 為什麼怕我 今天中共敢不敢打台灣 當然不敢 你看這兩年有十一個國家派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表示台灣海峽是國際公海 不是你中共國內海 你休想把台灣吞併 把台灣海峽變成中國內海 所以中共不敢攻打台灣 所以你應該跟中共講不要來這一套 沒有用啦 回去管好自己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報告人賴岳謙 國台辦他公佈了一個重大的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對於沈柏陽跟曹信成這兩個人 列為台獨的黑名單 那麼要對於他們實施制裁 國台辦現在有設一個信箱 這個信箱就是歡迎兩岸的民眾 對於主張台獨的而且推動台獨的 而且會在台灣產生極為惡劣影響的這些台獨人士 歡迎兩岸的民眾提出檢舉 結果有幾百封的檢舉信送進來 國台辦接到這些檢舉信 開始實施事實的查核 也經過委員會的討論以後 判定這兩位他們本身就是台獨分子 那沈柏陽他涉及到的就是黑熊學院 黑熊學院在台灣就是一個推動台獨 搞一個所謂的民房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很特別也很奇怪 以前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而且呢裡面的幾個負責人 也沒有說在軍隊裡面 擔任過這些重要的這些職務 也沒有看到他們在美國所謂的國民警衛隊 也就是民航部隊裡面擔任過重要的職務 所以他們並沒有專業的證照 沒有專業的經歷跟資歷 連學歷也沒有 那麼就有一些人他們就搞了一個這個叫做黑熊學院 他們就開始開課了 而且要收錢 然後他們在民進黨的執政時代 就拿了很多這個政府的標案 就是民進黨的標案 然後開始去搞所謂的民房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人 就是沈柏陽跟黑熊學院的關係 是實際上的操盤者 也就是因為他搞了一個黑熊學院 所以被賴清德重視 獲得賴清德的青睞 才有今天的這個位置可以坐 還有這麼多的錢可以領 那他跟黑熊學院的關係 那簡直是如果沒有黑熊學院就沒有他 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黑熊學院 這樣的一個關係 可是等到他被宣布制裁了以後 他就說我又不是黑熊學院的負責人 怎麼找我算帳啊 這個時候大家都說 你從黑熊變狗熊了 那大家想起他以前鬧的一個笑話 鬧的一個什麼笑話呢 他那時候要裝得很勇 好像他真的很會打仗一樣 然後在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立法部門 產生激烈衝突的時候呢 他從這個民進黨的人群 爬爬爬爬爬爬爬 那個頭上爬下去以後 一摔五角桃鞭 摔著這個說他受到輕微的腦震盪 頭包了一個大大的紗布 這麼大一個 大家都在笑 說腦震盪還有人這樣包的 這個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小丑似的 一種想吸引眼球的一種表演 被大大笑的不得了 因為他把他頭髮燙得很奇怪 就爆炸的樣子 那因為頭髮不能壞 頭髮這個這麼美麗的頭髮 一頭這個捲髮繡髮 燙得不亮不亮的這種炫髮 對於他來講是絕對不能夠損壞 所以呢 罩在上面的這個紗布 一定不能夠傷害到頭髮 因為他頭髮是如此的珍貴 絕對不能動 這樣的一個人 現在變成說我不是黑熊的負責人 台灣廣大的民眾幾乎都笑凡了 另外一個叫做曹欣誠 曹欣誠在台灣是滿有爭議的 因為他曾經說 我主張兩岸應該要統一 他過去強調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一定要統一 結果後來他經營的公司 跟台積電是同時的 可是台積電現在的股票是怎麼樣 聯電的股票是這樣 然後他現在跟聯電沒有實質上的關係 但是他還是有名義上的關係 問題是在於他曾經 在台灣也鬧過司法的問題 就跑到新加坡變成新加坡人了 可是後來又好像司法的問題沒了 又跑回來台灣 這很奇怪 他可以變來變去 好不管如何 一個如此善變的 在北京出生的曹欣誠 然後他也曾經說過他要捐三十億 去搞黑熊學院 或是搞什麼民房 大家講了賣那個頭盔等等 結果到目前為止 每個人都在問 你三十億呢 三十億呢 可是他還是沒有給大家一個 清楚的交代 說他捐出來三十億 到底捐出來沒有 所以嘴巴捐三十億 但是口袋裡面有沒有拿出三十億 大家都不知道 這樣的一個人 你各位想想看 當他被制裁的時候 他說要告這個國台辦的發言人 威脅恐嚇罪 這也很特別 唉 講到這兩個人 反正不管如何 大家已經知道一件事情了 那也就是說 當這些人被宣布列為台獨的黑名單 大陸 香港 澳門都不能夠再進去 而且呢 他們本身是終身的罪責 救責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就是跟他們有關的企業 那麼基本上都是不可以在大陸 香港澳門來經商的 來作為有生意買賣的 因為大陸不可能容忍 說你一方面主張台獨 你二方面又去賺大陸人的錢 這一點大家是能夠接受的 大陸也當然不能接受 好 我們看到這兩位先生 很有意思 在台灣也是很有爭議的 然後一個人不會打仗人 說要搞民房 一個人說要捐錢 但是錢不到也沒有出來 一個人一下子主張統一 一下又主張獨立 然後一下子就變成新加坡人 然後一下又回來了 反正就變來變去 但是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真的要幹什麼 青少年接受國防軍去教育 但隨著大陸環台尊嚴 有家長爆料自家孩子 公告一份青年扶勤同意書 商投住民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在不影響學生學業的原則之下 參加學校青年扶勤 雖然同意書上標示目的 是為了協助地方政府 避難引導及行政支援鄧親悟 卻讓家長擔心 這不是為了暫時狀態 動員高中學生自願參加後勤工作嗎 他們挑釁太厲害了 通宅都是老百姓之虧 因為我們的孫子都是高中階段 我也會擔心 學生應該就是做好讀書的本分就好了 等到他該打仗的年紀他去打仗就好了 不要把兩岸政治扯到學生的身上 我應該不會簽 我現在還要讀書 雖然同意書上沒有明確載明 要學生上場打仗 教育部更表示這是在災難發生時 發揮校園安全功能為主 主要是以協助各地方政府 做避難引導社區關懷 線索在公共服務及行政支援 而且也是以學生自主意願為主 但仔細看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總則第一條就是落實全民國防理念 實施動員準備 第三條更是明確提到 統合運用全民力量支援軍事作戰及緊急危難 去年3月國防部更是預告修法 未來滿16歲的高中宣 不論男女都要造策納官 完全都沒有受過任何一點 軍事基礎的訓練之下 貿然去叫這些孩子去支援軍事作戰 等於是叫這些小朋友去當炮灰 什麼心態 你們明明知道 你們這些執政者 你們說的話做的事是有危險性的 最後是拿年輕人開刀 我們領導人那張嘴 是不是可以克制一點 因此這張高中老師收到的表格 所謂學校青年扶勤範圍 可能並不只是地震天災這麼簡單 尤其兩岸衝突越演越烈 如今敏感時刻又發放這樣的同意書 要說與備戰無關 恐怕難以扶中 賴清德當局 他們現在搞一個民房40萬人 被大家問民房到底從哪裡來 剛開始的時候劉世芳說 是從替代役跟替代役退役的這些人 總共27萬人來擔任民房 這個他們可沒答應 然後又說要從異消異警裡面來 他們也沒答應 現在這40萬人到底要從哪裡來 又一下子說慈濟功德會 又一下子說什麼宗教的組織 反正搞得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最近傳出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們要高中生去做扶勤的意向調查 這些是未成年的孩子們 未成年的青少年女 你怎麼可以要他們去說你要不要當兵 或是你要不要加入民房 或是要不要參與戰爭 這個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家長就充滿了憂慮 目前台北市已經完成了 然後據說就有一層的年輕人 說他們願意 可是有九層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願意 我覺得這一層人我們也保留 為什麼他到底有沒有清楚 是清楚還是不清楚 知道他要幹什麼 他清楚不清楚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真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對於青少年不能夠毒害到這個地步了 我覺得去找找大學生嘛 找找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問一下他們嘛 這些人也已經成年了 不要從未成年的孩子下手 這個是千不該萬不該的